Hello,我是小月 今天收拾了一下家里的衣服 因为我们6月12号要回北京 给孩子小学报名 所以呢,就6月10号左右 就要回北京一趟 然后我们是8月份才 彻底正式的搬家 就是还要住到8月份在西安 但是一想起来 那一次跨省搬家东西和行李特别的多 然后我经常特别发愁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想起来 就都失眠了,叫发愁该怎么收拾 可能要装个三四十个箱子吧 所以最近不是马上要回去趟吗 我就想了一个好主意 把这个跨省搬家分成两次搬 这一次先搬一部分换季的 就是秋冬的衣服 跟用不上的那个后被子回去 这样等8月份再搬的时候 第二次搬 我们的那个行李就少一些 就减轻负担了 所以我今天把那个秋冬不穿的 像这个厚的毛衣羽绒服 像我那个厚衣服 刚才还装了一个冬天的这个 六斤的厚被子 我把它今天打包好 装上了几包 我估计咱们那个冬天的衣服跟被子 也得装个六七包吧 对啊 咱们第一次先那个发一波不留 回去 咱们不是6月10号晚上那个车票吗 然后我们先把这些发不留 让它先走 然后等我们到北京12号报完名 估计也到了 然后雇个车 把它拉回北京那家里的地下室 就是先搬一次 对 这样的设计比较合理 然后咱们就不用最后一次搬的时候 那么发愁了 你看你这个衣服 你没放整 吸吸拿出来都乱了 虽然 这个粉丝朋友都说 看咱们不怎么买衣服 平常老穿那几件衣服挺少的 可是把咱们三个衣服汇聚在一起 也还是挺多的 咱们应该断舍离一下 扔一些那个 不想穿的太旧的 对 咱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留着 这个衣服现在穿不坏 有的时候扔了吧 感觉还有点可惜 但是有的穿了几年了 有点旧了 也不是很喜欢穿 那时候就是挑一些 舍弃一部分 对 说我们衣服少的朋友们 你们看看 床上这么多 地下 这么四个 那个柜子里面有四个 空间都塞满了 上面也塞满了 我感觉咱们衣服也并不少 这都是 这些年的衣服 好几年的衣服 收拾吧 我帮你一起收拾 等一下你帮我一起装袋子 这我前两天 还特意买了几个这种 大的收拾袋 已经齐前在为搬家做准备了 先装哪个 先装这个 这些 这里边也行的吧 你看这个新的 好 把这个袋子已经装满了 这都是我的衣服和一个毛毯 我感觉你买的这个能比上一个那种行李箱了吧 就比行李箱快要大一点 我觉得 这个行李箱比这个装的还少 你说咱们搬一些这样的衣服还搬什么呀 就这一次别的是不是都没法搬了 别的像厨房那个锅碗瓢盆厨具啊什么的肯定不行 咱们在这还待两三个月还得用呢 也就是这两三个月是夏天 然后秋冬的衣服 被子用不上 其他东西都得用 不能搬了 只能等到八个分的时候再搬 那最后一次还是很发愁啊 不过是你搬回去之后 我还发愁那种爬楼你知道吗 有几个搬家公司一起往楼上扛 现在手持果锅的秋天冬天的衣服 咱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跨城搬家了 上一次是从广州搬到西洋来 那个时候东西还不是很多 大概好像二十多个箱子 加上台里面还有那么几箱鞋 还有两三箱鞋 但是这次我估计保守算的话 我觉得得有四十个箱子吧 怎么能有这么多呢 因为咱们从广州到西安之后 咱们在西安待了五年 这五年添了好多新的东西 厨房的厨具就比那个时候要多了好多 锅的话就多了好多 还有那个衣服 这几年每个季节又添了添几件衣服 衣服也得多出几包去 好在咱们这衣服是先走一批 我感觉就是得封批斯梦 封批斯梦的话 仍比较清晨 每一次就没那么多了 对 一装包感觉衣服也没多少 主要是我买的袋子大 这个袋子太大了 你发现了没有 你的衣柜里面有一件裙子 这个是当机穿的 我看你也不能穿 老是招着一个衣服穿 有一些不穿的衣服很正常 说的是 对 这个就属于硬件衣服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件衣服特别的眼熟 我的那个自媒体账号头像 用的就是穿这个连衣裙拍的 那个时候是五年前买的 那是我人生中最瘦的时期吧 那个时候我90斤 这个腰 我现在长到98斤100斤了 穿上以后挺窄的 绷在身上不好看 又瘦又短 不适合我现在的身材 那是瘦到极致的时候 挑了这么件衣服 太挑身材了这个 那就不要了呗 这个100多买的呢 不要太可惜了 留着吧 就这样挂在衣柜里 说不定哪天我又瘦回去了呢 所以就能穿了 瘦回去了 你年龄也大了 还能穿吗 有点夸张啊 这个造型 适合小姑娘 对呀 你年龄也大了